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历史老师曹若梅 今天想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 唐太宗 李世民的爱情故事 一说到唐太宗 李世民的爱情 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 那不就是武则天 妩媚娘吗 对啊 电视剧《妩媚娘传奇》 确实是这么演的 但是我认为唐太宗和妩媚娘之间 是没有爱情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例证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 媚娘进宫的时候 她当年只有十四岁 唐太宗是四十岁 媚娘当然是长得很漂亮了 所以媚这个字 就是唐太宗赐给她的 但是媚娘的身份 在后宫的位阶 是最低的五品才人 那么媚娘服侍唐太宗 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 在这十二年之中 唐太宗根本就没有给她做过 升迁的位分 那么我们看到历史上记载 唐太宗还曾经宠爱过一个官奴女子 什么是官奴女子啊 就是这位姑娘呢 她的家人因为犯了法 那么她本身呢 被没入到后宫为奴 唐太宗很宠爱这个官奴女子 还把她位阶生到了四品 另外我们还看到跟媚娘呢 差不多同时进宫的一个女孩 叫做徐慧 她的年龄啊 比媚娘可能还小了一两岁 但是徐慧呢 很得到唐太宗的喜爱 后来徐慧一路升迁 到了二品的品位 可是媚娘始终没有升迁啊 我们再来看看媚娘的年龄吧 媚娘呢十四岁进宫 后来唐太宗驾崩的时候 媚娘是二十六七岁 这段期间应该是媚娘呢 她的生育力最旺盛的时候 可是她服侍唐太宗十二年之久 她没有预洗怀孕生子的记录啊 所以我觉得唐太宗根本就不宠爱她 尤其是唐太宗不喜欢媚娘 这种泼辣的个性 我们从狮子冲事件就可以得到证明 狮子冲是唐太宗很喜欢的一批良居 但是个性呢非常难以驯服 很多人都拿这批马是没辙的 这个媚娘怎么说呢 媚娘说这还不简单 给我鞭子铁锤还有一把刀 如果呢这批马不听话 我就不停地鞭打它 甚至于用铁锤来敲它 让它在精神跟身体上都受到折磨 如果还是不能乖乖听话 那么最后只好一刀杀了它 母妹啊 朕就把这批狮子葱赐给你如何呀 谢陛下 你能驯服他吗 只要皇上赐给奴婢三样东西 那三样东西 铁鞭 铁抓和匕首 做什么 先用铁鞭抽 不服再用铁抓打 再迅不服 此物便不可留用 不如用匕首 刺断他的咽喉 你看这哪像是一个小姑娘家讲的话 所以唐太宗不会喜欢妹娘这种凶悍泼辣的个性 那么唐太宗他究竟喜欢谁呢 后宫的妃嫔如此之多 他有没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身为一个帝王啊 他必须要先是全天下人的君王 然后他才是后宫妃嫔门的夫君 所以很多时候呢 必须要以政治利益作为优先的考量 在政治利益为前提的考量下 唐太宗呢也营造过两段的爱情 这两位妃子都姓杨 那么我们就姑且称为 大杨妃跟小杨妃好了 在电视剧中呢 把这两个杨妃呢 混为一坛变成是同一个人了 其实是不太对的 我们先来介绍这位大杨妃好了 大杨妃呢 她的出生非常高贵 她就是前朝隋阳帝杨广的女儿 所以大杨妃呢 就是隋朝的公主咯 但是我觉得啊 说起来她挺可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 在西元618年 隋阳帝杨广被杀 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高族李渊建国 就在这个节骨眼 这个大杨妃应该就是 被当时封为秦王的李世民 收入到府中 而且很快的就怀孕了 所以看起来 她连替父亲守孝的机会都没有啊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西元619年 这个杨妃呢 就为李世民生下了儿子 就是李克 这个是李世民14个儿子之中 最优秀的一个 后来这个杨妃呢 又给李世民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排行第六的李英 那么因为这个李克啊 实在是太优秀 文武双全 出类拔萃 所以也最遭人记恨 遭人记恨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她太优秀了嘛 另一方面就是她的生物 这个杨妃 她因为是前朝的公主啊 所以大家总认为 这个李克呢 她有不成之心 早晚有一天要谋反 唐太宗呢 在世的时候 是非常维护 他们母子三人的 可是啊 到了西元649年 唐太宗一驾崩 短短的四年之间 这个李克就被人诬告 说她是谋反 最后呢 冤死在狱中 只有34岁 她的弟弟李英呢 也被贬为树人 后来流放到边疆而死 那么说完了大杨妃 我们再来看看 小杨妃是谁 大家都知道 唐太宗李世民 她的即位是不太合法的 因为她当时呢 用了一个霹雳手段 我们再回到西元618年 李渊建国的时候 当时呢 册封的太子不是李世民 李世民因为排行第二 所以是她的哥哥建成 那么这个太子呢 就跟老三李渊籍 结合起来 一块排挤李世民 等到到了西元626年 也就是说唐朝建国 已经八年了 那么李世民呢 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 所以呢 他就把哥哥 弟弟 这一伙人 全部都给杀了 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玄武门之变 大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李世民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你要杀就杀吧 二哥 二哥 我们是亲兄弟啊 大蛇不死 反被蛇咬的故事 还不够多吗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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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接着李渊就退位了 那么李世民才上任 成为唐太宗 那么李世民呢 他当时为了要斩草除根 所以呢 把哥哥 弟弟的儿子们也全给杀了 我们先来看他的弟弟吧 他的弟弟李渊吉 当时有五个儿子 其实都还年幼 但是呢 全部都被杀 唯独留下了李渊吉 他自个儿的王妃 就是我说的这位杨氏 那么我们就称他为小杨妃 那么唐太宗呢 就把这个杨氏呢 纳入后宫 各位一定会想 那一定是这个杨氏 长得是有沉鱼落雁之帽吧 这一点呢 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 不过呢 我刚才说 很多时候 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因为这个杨氏啊 他是来自于 关隆集团的 红隆杨氏 他出生于世家大族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唐太宗刚刚即位 他的这个皇帝的龙椅 还没有坐稳呢 他非常需要 关隆集团 红隆杨氏这些家族 所给予他的 政治上的一个支持 因此呢 他是满宠这个杨妃的 后来呢 唐太宗追封 他的弟弟李元吉呢 叫做朝王 就是鸟朝的朝 所以历史上呢 就把这个杨氏呢 记载为叫做 朝王妃杨氏 那么这个朝王妃杨氏呢 他也给李世民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李世民的妖儿 李明 所以以上呢 两位杨妃 都是基于在 政治利益的考量下 所营造出来的爱情 那么大家一定就会怀疑了 到底唐太宗有没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啊 当然有了 唐太宗这一生之中最钟爱 最敬重的就是他的皇后 长孙皇后 长孙是13岁就跟了唐太宗 夫妻相伴23年之久 长孙皇后呢 她温柔婉约 饱读诗书 经常跟唐太宗 谈骨论金 表面上看 她是不干正的 但是她经常 很技巧性的提点唐太宗 比如说唐太宗有一次啊 回到后宫 怒气冲冲的说 我要杀了魏征这个老头 这个时候长孙皇后怎么办 她竟然是赶快换了比较正式的朝服 然后恭贺皇上 恭贺皇上什么啊 原来长孙皇后是说 恭贺皇上就是因为有您这么盛名的君主 才有这么贤良的大臣 胆敢犯言之见 而不是屈翼奉承 或者是蒙蔽事实啊 唐太宗一听 气儿也消了 觉得这番话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特别重视像魏征这一类贤良的大臣 长孙皇后母仪天下 她从来不争宠不邀功 而且呢 她甚至不希望唐太宗 给她的母家太多的恩赏 而且她还告诉唐太宗 不要让我的哥哥 长孙无忌拥有的权力过大 唐太宗还得耐下心来跟她解释说 不是因为长孙无忌是你的哥哥 正是看重她的才干才重用她 所以长孙无忌呢 后来就成为唐太宗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排名第一 无忌不但有谋略 而且有文才有气魄 朕一直想拜她为相 陛下万万不可 外戚掌握大权 对朝廷有百害而无一利 韩朝的旅后就是明正 望陛下切记 长孙皇后呢 她的气度呢 确实呢非常的宽宏 比如说有一次啊 她的女儿常乐公主要出嫁 唐太宗准备了好多的嫁妆 都超乎规矩了 这个时候魏征又来劝谏 长孙皇后不仅称赞了魏征 而且从善如流 就缩减了公主的嫁妆 长孙皇后呢 替唐太宗生了三个儿子 四位公主 这三个儿子 当然包括立位太子李承前 还有呢就是李太 以及很重要的下一任的皇帝 就是唐高宗李治 长孙皇后很可惜 红颜薄命 她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唐太宗非常的伤心 因此呢 在唐太宗往后的十三年之中 她没有再策立皇后 唐太宗把长孙皇后留下来的小公主 晋阳公主只有三岁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李治只有八岁 就把这两个孩子亲自的带在身边抚养 为了要怀念长孙皇后 唐太宗呢还在宫里边建筑了一个高台 那么唐太宗呢就常常登上高台 可以遥望皇后呢长眠之处 当然啦这个也被魏征曾经劝见过的 不过唐太宗呢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敬重长孙皇后 到了西元六百四十九年 唐太宗驾崩 就跟长孙皇后一块长眠在这个昭林 所以呢唐太宗这一生之中 我认为她真情流露 真心所爱的应该是长孙皇后 至于戏剧小说上所说的五妹娘 那只是一段浪漫的文学历史 今天我们介绍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历史老师曹若梅 我们下期再见